很多人煮蔬菜或豆類都不會全熟 希望保持營養和口感 但是煮四季豆就千萬不要 因為四季豆含有天然毒素 煮不熟會引致急性中毒 Jacky 你經常用紫酥來煮食 很喜歡 對 你知不知道紫酥的成員家屬有多少種 我沒有詳細研究過 我只知道有新鮮和乾的 而且有紫紫紅紅的, 還有綠色的 你說得對 但很多朋友以為 叫紫酥一定是紫色的 其實不一定 紫酥可以整塊都是綠色的 像這塊一樣 一邊紫, 一邊綠的又有 甚至有些全部都是紫色的 所以叫紫酥不一定是紫色的 有些朋友如果吃日本菜或韓國菜 一定很多時候都會看到紫酥出現 對, 好像吃日本菜 包著刺身那片大葉, 對吧 還有吃韓燒, 包著燒肉那片芝麻葉 沒錯, 所以說而已 你別看見綠色, 就不是紫酥 那倒是, 南瓜就不是藍色 你怎麼這麼聰明 這句真是接你不了 跟你溝通不太多了, 乾杯 這招很棒 Jacky, 你也知道香港不少家庭 都有聘請外傭姐姐 大部分身邊朋友都說 聘請一個懂得煮食的姐姐 是很困難的 也是的 對, 早一陣子 因為軒爺才把她家姐姐煮的杰作蛋上網 每個人都看得圍, 人生都不是說這樣 對, 我也是留意 但又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差 前一陣子我才去朋友家吃飯 她家姐姐煮的菜真的沒得頂 像我家姐姐一樣, 她煮的菜也不差 這倒是, 你挺幸福 你家姐姐的製作甜品真的有一手 不僅能看得到, 還挺美味的 壞鬼 是的 不過下次你還是不用帶這麼多飯 又不僅是甜品 煮家鄉的菜也不差 還沒包到牛肉, 經常煮 好像很有辦法 不如今天你煮來試試 好, 不如今天用姐姐美美食堂做主題 太棒了 我家裡的就是印尼姐姐 最擅長的都是家鄉的菜式 其中這裡就是巴東牛肉 巴東牛肉? 對 原來是用牛的瘦肉做的 對, 很粗糙又粗糙 很難吃 要切得很大塊 後來我就說不要用牛肉 你用油剪就滑一點, 軟一點 現在就變成牛剪了 除了用牛剪之外 我也收拾過食譜的份量 更加適合香港人 好, 其中一個就是烘烘新鮮的椰絲 對, 你幫我燙短 燙受 spinal 燙受如何? 燙受得 Halloweenстав 是嗎? 燙¡咕噬 долго, 知道 好 傳統的舌頭之中會切得很大塊 應該是香港人吃的, 因為我只是送後 所以我加得小塊一點 除了 Anti軟的之外 送飯一次就一 нашей装 好, 我現在煮汁… 気切點來先 GNT, 平常看到你在你 nuts 你下根時就往哪邊的薪蔥? 要不要用? Radiohead 稍後後再煮些肉 可以用柜皮和印尼的月桂葉 香葉, 印尼香葉, 丁香, 八角 所以等一等的香料都有齊 所以就不用在飛水過程做那些事了 好, 牛腩飛好水之後 看看有多少血污 我撈起它, 沖沖水 沖走, 即是黏在牛腩上的血污 好, 飛水後, 我還要先煲軟 除了煲軟的肉容易燜之外 我還要回牛腿原湯 對, 除了牛腩之外 還有沖沖, 這是印尼香葉 比普通用的香葉薄一點 而且真的像枯葉一樣 對 沖沖沖葉 丁香 丁香 桂皮 肉 八角 八角 當然不少有南薑和香茅 這個湯有香 用牛肉圓湯等會還要來燜食 是很香味的 好, 煮好後, 改中火, 蓋蓋 蓋蓋 煮大概一個小時 好, 炆牛腩的時候 我先做炆巴東牛腩的辣椒醬 有乾辣椒 我要去掉辣椒籽 對, 因為有些籽在這裡 煮出來的醬會很粗 切碎, 會比較容易煸 乾辣椒 不用浸泡, 就這樣煸嗎 不用… 因為有油一起煸 還有中型辣椒, 手指這麼粗 但如果吃得辣, 可以改用煎天椒 那倒是 如果用煎天椒就辣很多了 對, 可以改用煎天椒 切碎了香茅 主要是比較容易煸 是 乾蔥, 蒜頭, 還有石鹿 石鹿是煮很多東南亞菜 必須要加的香料 是 其實它有一點毒素 其實不可以加太多 東南亞菜, 多數很普遍地用石鹿 是, 出現次數也多 對, 放進去 芫荽籽 紫然, 滑, 是 紫然, 還有放些油 方便打 很棒, 差不多同步了 椰子也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儘量把醬打得比較爛 是 拌起來時, 不會有那麼多纖維 那些粒粒, 香料粒粒 煎成這樣 像醬一樣 是 很柔滑 說是, 遲打遲快 差不多了 炒至這樣 就是啡啡色的, 你聞一下那種 好像有椰糖的味道 對, 真的有一點… 對, 椰糖 真的有一點糖味 對 現在很乾身, 對吧 對 其實椰子有很多油 我要把碎碎它, 碎碎它 碎到椰油… 碎粉油出來 對, 成為一個椰子醬 好, 放在好像花生醬、芝麻醬一樣 對 表面有一個油包著, 是嗎 很明顯… 真的很明顯 切好, 待會燜牛肉時就會用到 好, 煮了大概一小時 牛肉應該是半軟的狀態 你看到嗎 它還沒有特勁, 半軟 把牛肉隔 Editor 湯就留在它 留在原湯 對, 把剛才的香料渣, 先加上去 然後可以埋鑊煮, 所有材料都齊了 好, 油熱後, 先爆香香茅 還有辣薑, 先調味 然後可以把剛才攪爛的白椒醬 放進去, 烤香 一有溫度, 馬上聞到味道 好, 接著可以在印尼香料店 買現成的巴東咖哩醬 對 剛才煎爛的辣椒醬, 全部都是生料 所以一定要先炒熟 炒香了, 現在要炒出香味 好, 炒香了之後 把剛才煮至半軟的牛肉攪拌勻 把剛才的牛肉的原湯加進去 這個就是椰汁 是 這個椰漿, 稍微一點, 椰漿 平時我們煮的時候, 椰汁是最後加的 是的 但因為巴東牛肉本身是一個燜得 比較乾身的菜式 所以它就說… 它沒有甚麼汁 對, 就不會說稍微粒粒 成成的問題 還有這個椰汁 椰汁, 椰漿也有放油 對 因為如果全部放椰漿, 會太稠了 還有剛才中爛的椰漿 剛才的 你看油 剛才的椰絲就變成這樣了 對 而且最重要是放魚露調味 還有這個椰糖, 印尼的椰糖 好了, 大火煮之後, 蓋上蓋子 改中火, 再燜多一個小時 燜至軟後, 再收乾它 燜至軟後, 再收汁 這樣就可以 好了, 大概一小時左右 你可以拌一拌 拌一拌 看看你的軟度是否你自己喜歡的軟度 這個差不多了 對 然後你把這個炸了的乾蔥 現時可以在印尼店、泰國店買得到 剛才買的, 我看到了 灑在麵上, 沙律等 這個乾蔥 放進去燜 對 我還以為你會灑上面 不, 慢慢來 放進去 巴東牛肉本身不是咖喱 有很多醬汁的食材 對, 乾乾的 乾乾的 但如果你想放下飯 可以留一點醬汁 這個就不用規定 你終於收到自己喜歡的濃度就可以了 來吧, Vicky 嗯, 試一下我這個姐姐把館的包東牛肉 剛才看得到很香, 不是開玩笑 是這個味道 對吧 嗯, 是 姐姐煮了這個味道 對 香料的味道很複雜 是 因為有新鮮的香料, 有乾的香料 你還有, 真是轉了牛腱 真的沒得住 是… 比吃的很粗糙 對 不過我喜歡這些菜的菜 你煮好之後, 隔天吃 味道有很多 是, 你咬到中心 味道還沒去到 對, 焗一晚, 過一夜 讓它入味, 更加好吃 這個包東牛肉真的有辦法 對… 不是開玩笑, 真是很好吃 當然, 畢竟是我自己煮的, 親自 你煮得那麼好吃 如果你姐姐煮, 更正宗更好吃 應該是的 你這麼聰明, 你有什麼姐姐吃譜 分享一下 不如這樣吧, 我想過是… 姐姐必學食譜 是… 學了, 真是排著老闆請她 哇, 期待… 我聽出版社的朋友說 現在想吃譜書一定要用英文 是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很多人都買了一碗譜書回家 讓工人姐姐學來煮給她們吃 那有多奇怪 我認識老闆 直接幫你姐姐報烹飪班 叫她們去哪裡學, 學完回來煮給我吃 不用麻煩, 叫她們看我們的節目就行了 你剛才不是說有教姐姐煮什麼 必殺技, 零失敗的嗎 有一個菜式, 很多老闆都會怕 你知道姐姐不懂得煮牛扒的東西 是 我這下手, 所以叫做個萬煮牛扒 配上芝士焗薯角, 問你吃了什麼 好, 我聽很多老闆說 她們姐姐有時候會煮菜, 炒兩味 但一到西餐就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最怕它是煎那些扒 因為它沒有什麼概念 有什麼成熟的東西 所以這些有時候買了一塊扒 回來幾塊水, 讓你煎一煎 煎到牛肉乾, 怎麼吃呢? 好, 之所以今天做法蘭西餐的入門版 怎樣做一塊牛扒 基本上就不會出錯, 真是沒得輸 你知道現在這些萬煮工藝這麼成熟 是, 所有人都懂, 雖然所有人都懂 但如果還沒煮習慣, 少許步驟技巧也要 這個是西冷牛扒 首先, 萬煮有很多方法 但我覺得我用了這麼久都可以 首先要煎一煎 我經常有個疑問 譬如煎牛扒的厚度 其實最好切到多厚? 我覺得最好是一吋 一吋, 好的 油不用放在鍋盤上 燒煮的鍋盤, 就這樣放在牛扒上 不用太多油, 是嗎? 這樣, 先煎一煎, 很快 其實很大火 對 現在這樣, 只不過是… 把它定定型, 還有一點香氣 是 好的 這樣, 你看, 多有氣氛 是 其實不用太久, 是 每邊煎20-30秒就可以了 你看到有一點顏色, 定型 好, 這樣就夠了 到處都不斷煎 基本上就完成 是 其實我這樣做, 只不過是鋪後爐 待會我們要… 有鋪排 對, 待會我們要慢煮 過程會出水 這些地方都會軟一點 但如果不煎, 後來再煎一刻 再煎一刻, 會比較難 等於你慢煮完後還會再煎 再煎, 是的 通常都是, 不管它 就這樣放進去慢煎 我剛剛想問你 是不是應該慢煮完後才煎 對, 很多都是這樣 但我覺得這樣, 先煎一煎 再慢煮慢煮, 再煎就方便 而且出來的樣子更好 更好 如果半生熟五成左右 你大約需要水溫到57-8度 是, 好的 57-8度這樣就可以了 是 現在好了, 我們把兩塊肉 你現在通街也能買到那些 慢煮神棍 是… 如果你有, 當然要用 沒有, 就像我那樣 放煲水 如果57-8度, 你還沒燒到 57-8度 你還沒把這個放進去浸 就是這樣 把裡面的空氣壓出來 是 你可以封住它 是 你看看這塊 剛才這樣放進去 它就差不多像真空了一樣 是嗎 那你就可以放進去浸 這樣就行了 好, 多久 58… 因為這個很小塊 是 很小塊 我看大約是45分鐘… 最多就是一個小時 好 這個芝士焗薯角 是 其實那個靈感是來自於 一個法蘭西家常菜 是 你知道法蘭西有很多 芝士焗薯仔的菜式 是… 有一個是它們會切到一片片 是… 我不喜歡用這個方式 我覺得這樣更好 是 大家可以切到一片片片 放進去煮 煮到它已經熟了 摸進去有點軟 所以先煮到一片片片 再調好好的醬汁去焗它 我們在水裡放一點鹽 讓它有味道 那個牛扒就… 剛剛好 但例如我那樣 看到它會均勻的那種 是… 你很害怕 我喜歡吃七成的 又怎樣 也是浸這麼久 是 就是浸45分鐘、一個小時 但你的溫度要提高到 接近到68度才行 即是接近七成 對…你喜歡七、八成的那種 對… 那你剛才的牛扒不是室溫的嗎 不是從雪櫃拿出來的嗎 你問得好 是 從雪櫃拿出來就這樣扔掉 即是冷的溫度 好,牛扒正在泡 薯仔正在煮 不如我們做了 激烈薯角的激烈汁 焗這個薯角的汁很簡單 就是激烈 我們加少許鹽就行了 大約是兩個克 然後在這個激烈裡 加些巴麻酸芝士 這裡大約有二十克 一整隻激烈的激烈 激烈的激烈 激烈的激烈 很輕鬆地攪拌就行了 就這樣 這個激烈汁又完成了 那好了,先檢查一下薯仔 是 薯仔要淋到… 你了嗎 粉色 那就行了 這個粉色就可以了 即是… 我們先攪拌一下 好了,我們把薯仔放進這個焗盤裡 好,跟著那個步驟 先放這個芝士 這些是超市買回來的 它是專門讓你用來的 放在意粉上面,把薯仔烤焗一下 對… 應該是混合的吧 對 薯仔和薯仔 薯仔是這兩個最佳拍檔 你知道薯仔沒有甚麼味道 只有香口膠 香口膠的作用而已 但是這樣就變成加一些芝士味 我嫌芝士味不足 之所以在這個忌廉 就加些… 巴馬散芝士 令它的味道更加濃一點 鹹一點 對,沒錯 現在這裡還要先做一下它的形態 因為有些薯仔的割 它是沾沾沾的地方,把薯仔烤起來 焗完之後就很輕鬆 烤焙一點 有點烤焙,沒錯 然後你可以加些�芝士也可以 現在加些小香蔥也可以 隨你喜歡 然後加這個有蛋黃 跟巴馬散芝士的忌廉 好,現在做好了這個芝士焗暑 我們放在烤爐裡面 大約是200-220度 12、3分鐘, 最多15分鐘, 甚麼都可以 好了, 時間到了 現在是一小時了 好了, 我們拿出來看看 看到很柔軟 對, 它也不硬 鎖一下肉汁, 我們就可以稍稍煎香 好了, 我們放少許油在鍋子裡 這個 recipe的步驟和做法 全部都是為了… 姐姐如果不是這麼… 你才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專業 你隨便就可以了, 來吧 你看, 只要不斷煎一煎 煎了一分鐘也不用 你已經形成了一個 很辛苦才能煎得到的脆麵 明顯地看到, 好像很煎人 只要在這裡, 少許橄欖油 這個也是專為姐姐而設的 是 你不要這麼快調味 到現在這個時候你才調味 這樣就一定準確了 加少許鹽 我覺得現在加味 和之前加味 是兩種不同的食法 不如又看看你的成素 是否合得到 好 很粉嫩 你看看 你看到它雖然是這樣 但這些肉汁還想滴出來 對… 對, 很嫩 很嫩 那你姐姐這樣就完成了 還不請你 好 還有給你看看焗薯仔 好 真的很香 對 薯仔和牛扒也有 加少許配菜 可以吃 好 嘗嘗 嘗嘗姐姐的菜 好 姐姐菜這樣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很大 很大 是 嘗嘗牛 嘗嘗牛 真的很鬆軟 而且質感很嫩 你說如果是煮牛扒 萬無一失 這個方法就真的不能做了 嘗嘗你這個芝士樹角吧 如果姐姐在家請客 做到這樣的水準 你說不威威嗎 站起來拍手掌 對 你很厲害 你以為去了高級西餐廳 對 你這個萬煮牛扒配芝士樹角 真的不能輸 但是如果老闆不吃牛 那又怎樣 不就糟糕 這麼有趣 對 那萬煮豬、雞、羊都可以 對 如果再不就來我這裡 你請他嗎 教他煮別的樣子 大發課 大發課 小福師 大發課